大家好,我是Sanna 看到YouTube下的留言,也有很多人想看我的康評分享 那身為前美容編輯的話,其實我用過的護膚品 應該比一般的女生多出幾倍 那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麼多款的護膚品 裡面覺得哪些是真的很好用,是用到整支都空了 也都可以推薦給大家去選擇的 那這個單元是會分兩篇的 第一集是比較評價的價錢 大家都會覺得比較容易入手 第二集是一些Premium Brands,有些貴婦品牌 那兩集大家可以封劍 由人可以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護膚品 兩盒Fans 這一集會跟大家講評價的單品 那我會由卸妝,洗臉,保濕,精華,霜霜 面膜都會放在另一集 因為實在要介紹的,貨品實在太多了 我應該是儲了半年了 那首先講一下我的皮膚質素 那我皮膚的品種就是混合性肌膚 T字位比較油 這個U字位也比較乾 還有會有一點敏感的問題 也有濕疹,之前也生過玫瑰座瘡 所以都是一個比較難處理的皮膚 經常都有不同的狀況出現 那現在就跟大家由Step 1開始了 那是洗妝 洗妝就是用QOOHEL這個 MAKE UP CLEANSING GEL 是比較保濕,滋潤一點 折兩cm長 然後就擦整個臉 記得要按摩這些 因為不是油性的 可以很快地瘀化 這個是要慢慢按摩 然後讓化妝品可以慢慢溶解 之後再洗臉 它是比較滋潤 而且沒有那麼容易阻塞毛孔 因為如果你用油的卸妝液 你很容易洗得不乾淨 或者乳化得不完全的話 你很容易就會生粒粒的 如果我一生粒粒 很容易就會觸發我整塊面的玫瑰座瘡 所以我就一定要用沒有油的卸妝液 之後就到眼唇卸妝液 這支大家是不是都比較少見 是來自Yves Hoshay法國品牌 這個平時在法國也是一個藥妝店的品牌 是一些便宜的簡單品 整間店裡除了有化妝品、護膚品 還有洗頭水和洗淋液 它們出的護髮醋都非常好用 有沒有興趣看頭髮的單品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它是在法國做的 然後用的材料都是有機的 你不要以為它很貴 其實也不是 CD值很高的一個品牌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上去它的網站 看看自己有沒有需要試一下它的產品 去到洗臉的部分 我是喜歡用一些沒有泡的洗臉 因為有泡對於乾的皮膚來說 是比較嚴重的 因為容易帶走水分 所以我都推薦防敏的洗臉產品給大家 就是Sentana Sensitive Facial Cleanser 是Kiehl's的 如果你真的去到一個很刺激 塗什麼都會拿臉的話 我就推薦你用這個 也是陪伴我走過玫瑰座瘡的路 它是很溫和很溫和 它支出來好像護髮素 白白色一樣 質地都非常相似 都是塗上臉 過水就可以了 對皮膚敏感的人來說 找到這些洗臉奶 是真的很開心 很感應 因為這些真的很重要 另外如果你是很敏感的皮膚 就很推薦你用Avane 它是Milk Cleanser 試過玫瑰座瘡 這麼多種洗臉產品 最不敏感 最不刺激的 就是Avane的Milk Cleanser 它都陪了我很久 它支出來有點像 Cream狀牛奶 你擦上臉 擦勻 過水就可以了 皮膚是不會有刺激的感覺 也是挺保濕的 不會乾乾的 拿臉 接下來就到Toner 不介紹應該也有很多人在用 是金盞花 我會叫它做涼茶 涼茶Toner 因為它看上去好像涼茶 這個是很適合敏感肌 身邊有一些比我敏感肌 更加嚴重的皮膚 可能吃少少Nux的東西 都會整塊滅髮 然後護膚品一定不可以有味道 它用這支也是沒有問題 還有我有時 例如肩膀或肩膀有一點泛紅痕 你只需要拿一塊化妝棉 然後敷著 它過了一會兒就會退紅 如果不是太嚴重的話 還有因為我也有導出導入的習慣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導出這一下 是一定不可以用有酒精和油分的Toner 這個也是沒有酒精和油分的 大家可以用這個做導出的 應該每一個人家都要長給一支爽膚水 之後就去到重點環節就是精華 因為我每次塗精華都塗很多 所以這些精華去得很快 我這裡有很多支 下一集還有很多支 大家不要這麼快關掉我的影片 希望大家有時間詳細聽一下 有很多人都喜歡用B5的精華 這個B5是來自Drunk Elephant的 平時B5是透明的 這個不是的 這個加了其他的元素 所以擠出來不是透明的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蓋子是這樣扭的 這樣就很方便 而且它的包裝都非常可愛 它是一個方形的包裝 然後有一個這麼 pastel的 sky blue 放在櫃子上看到都會心情很好 Jung Elephant應該是比較新的牌子 來到香港 它是一個clean beauty的代表 有六個元素一定不會加入護膚品 增加大家皮膚的負擔 這個概念非常之好 現在大家除了追求臉會變得漂亮之外 也都很開始會留意 究竟每一支精華霜裡面 究竟它是加了什麼的原材料 那你才知道 究竟你塗上的東西是否真的有效 它說可能有什麼什麼碎脆 究竟它的%有多少 你就可以跟著那個 材料的排位 你就知道究竟它聲稱的 那個很厲害很厲害的碎脆 或者精華素是有多高濃度 或者多不多的 那這個我覺得 塗上的臉都非常舒服 有一些B5 Gel好像是 比較容易給皮膚吸收去保濕 但是有一些B5 Gel 皮膚敏感的人塗了是會敏感的 你不要看到它很刺 看起來好像很天然 但是有一些配方就是會令你自敏 塗了之後是沒有特別的感覺 它是比較軟的 所以在冬天用應該不是很夠 但是如果夏天用 我就覺得很完美 不過你看到這麼大支 其實是變得50ml而已 也不算非常非常便宜的護膚品 大家可以上去saflora看看 以及加一下加 之後就到FANCO 其實它也不算非常便宜 如果你皮膚比較敏感 也不想用那麼多防腐劑的話 你就可以選它 小萍就是代表新鮮 它加少一點的防腐劑 那防腐劑少一點 對皮膚的負擔也少一點 我覺得也是很值得去試的 它那個水狀的精華 是很符合我的心意 好像容易吸到皮膚的基底 大家也可以去試一下 它這個是1號 2號就已經是當Cream 也挺方便的 如果你去旅行的話 你就可以買一隻就可以走了 現在又開始轉季了 所以有些溫差 令皮膚有點泛紅 我的右邊臉都很容易泛紅 或者鼻側邊的都很容易會泛紅 那我就會用這一支精華 達到的磚是泛紅肌膚的 之前我拿去旅行用 去了歐洲 我為了拍空評介紹 特意在歐洲拿回一支玻璃盡 它有什麼好用呢 就是它擠出來是很水很水 好像開了水龍喉的水 所以它保濕的效果 你不要預期太高 但是我覺得它好在就是 你一塗完 你紅腫的地方 就不會膩 因為如果你去到一些乾燥的地方 或者你是皮膚不適應的地方 你一塗一些保濕的東西上去 它就會有一種灼熱灼熱的感覺 你好像拿千萬支針在那裡 那你就沒有理由不塗 但是用這個就沒有這個感覺 就算你去到一塊塊紅 或者已經起了皮膚 你塗下去 都不會有任何不適的感覺 你塗一個星期左右 它那個紅的感覺就會退了很多 那這一支呢 因為比較水狀 如果你是乾一點的皮膚的話 我建議你用三文紫色的溶法 就是塗完一陣子 之後塗一點霜 過了一陣子之後再塗一點 它分子比較細 比較水 所以它很容易就會被空氣抽乾了 就是它的水分 所以你一定要在外面敷多一陣子霜 鎖緊它 那如果你很容易有泛紅的問題 這一支也是可以長給一支在家裡 我都已經開了一支新的 在春天用了 那防曬方面呢 我是平時用這兩支的 那我還用得最多的一個防曬 就是這個Cose 在Watson市都可以買的 它是50度防曬 PA4個加 然後它的質地是非常水潤 你塗完之後 立刻上粉底都完全沒有問題 很喜歡這個質感 所以我一直都是回購 還有一支是100g 100g可以用很久 這個應該可以用三個月 除非你塗全身 只塗臉和頸 你也可以用很久 買了這個真的超值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是沒有化妝 只塗這個外出 你回家是不用下妝 你只需要用洗臉奶 這樣洗一洗臉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小小的閉點 就是你流了汗 就要立刻補回 因為比較容易脫掉 另外一支就是 Alta MD Skin Care 這個也是比較陌生的品牌 之前玫瑰座瘡 然後看皮膚科醫生 他就說 我這些敏感的肌膚 你一定要用防曬外出 而且最好 也是30度以上的 這個是SVF 45度 而且它是完全油-free 而且它也是沒有顏色 UVA和UVA都可以保護 之前曾經去過一個鏡頭 整場的人都曬黑了 只有我一個沒有曬黑 而且中間我是完全沒有補過 竟然可以這麼厲害 所以這個又有一個弊點 就是一定要用回 写妝的東西去落妝 之後再洗臉 因為它會黏得很緊 皮膚科醫生開別 我應該會很貴 之後我上網搜尋 找到一些網上的網上的 網上購買 百多元一支 這個85g 真的很划算 有這兩支防曬 其實我都不需要買其他防曬 所以在下一條裡面 是沒有防曬的 只有這裡才有防曬 哈哈哈哈 之後就到Cream 每一次有人問我 究竟有什麼面霜好用 我也會推薦大家 Kiehl's Ultra Facial Cream 但我忘了一個硬 因為它是用的材料 非常簡單 不是很貴的材料 但是足夠讓皮膚補充水分 而且是鎖住水分 它的價錢也不太貴 所以CP值非常之高 而且敏感肌肉也是OK的 完全沒有問題 我以前覺得會不會很黏 但塗上去 原來是一點都不黏的 它是有點凍凍的 塗完之後 是極快吸收 夏天用可能 你的份量會減少少 因為它真的好 真的很保濕 之後就到眼霜 眼霜 眼霜多數你直接問我 我都會推薦大家 Estee Lauder Advanced Night Repair 系列 因為之前我曾經塗這個系列 令到我的眼紋馬上變短了 塗一個月左右就會變短了 而且它一直在推出這些新產品 我都覺得它改良的版本 是比之前更加滋潤 更加有效的 大家也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質地 我自己推薦是塗它的Cream 它是有Serum Cream 和一支棒棒在那裡 我自己喜歡塗Cream 其實最好就是用完 不過哪有人那麼勤力 那我就推薦大家直接買它的Eye Cream 比較快點見效 如果你覺得那些都是很貴的話 我就可以推薦大家試一下這個 就是在上網訂購的 香港是沒有專門店有賣它的Eye Repair Cream 還有很多很多歐美的Youtuber 都是推薦這個Eye Cream 黑眼圈的黑色 一塗了一個月左右 就會看到很明顯的效果 我現在大概試了兩星期左右 我覺得塗上它的質感都非常之好 還有大家看到這些Eye Cream的嘴 會怎樣塗呢 是否塗在手指尾後這樣塗上去呢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更好的做法 就是它設計這個尖嘴 其實就是讓你直接塗上去 在細紋的地方 除了塗眼之外 就是在這些位置 或者你額頭有皺紋 也可以這樣打橫 擠在那條紋那裡 如果塗上手 其實就浪費了它 設計得這麼精密的效果 你直接塗上眼睛 然後慢慢推開 讓它吸收得快點 如果你塗在手 可能手就會第一時間吸收了很多 那我覺得直接塗在眼上 會比較有效果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和我一起同步試一下 這一支Eye Cream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效呢 Eye Cream好像是賣140多元 我在Care Beauty賣 就是大概100元左右 小支不妨入手一支 那便宜價版本的介紹 就到這裡了 大家看到桌上 其實還有很多產品 可以在樓下按個like 然後再訂閱這個頻道 下一支影片就會再介紹其他產品 有興趣也可以去我的Instagram 追蹤我最新的Status 還有最近有什麼新產品 都會在上面第一時間發佈 如果大家有用一些便宜價 但CP值極高的產品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好 下一支影片再見 拜拜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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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